這些人想藍的 怎麼知道 這些客家都是藍的 這些藍的 現在你看 原住民也都是藍的 現在都不行 20年沒有執政 所以你看要怎麼樣 真是 這些人想藍的 怎麼知道 這些客家都是藍的 這些藍的 現在你看 原住民也都是藍的 現在都不行 20年沒有執政 20年沒有執政 原本客家跟原住民是 國民黨人 因為我在 我記得我在11月30號的大榮高中的 照射的時候 我就在公眾 其實不敢跟主席或是跟群眾講說 過去國民黨對於南部的確經營 沒有那麼樣子的積極 我覺得從我開始 我們就要開始 真的從南部的這個經營開始 我想這是一個事實 那昨天因為看到江啟城 我們兩個本來就很熟 所以我們看到整個大奇美地區 特別是我也剛從茂林回來 然後就感受到 我們沒有資源 然後沒有人力 所以我們在這個整個的經營 我們地方經營上面的確有非常多的 需要努力的空間 所以我昨天是有感而發 來說真的是過去大家 都是屬於藍營的基本盤 那現在真的是整個 資源不對等的狀況之下 的確有非常大的努力的空間 對 有些綠營的候選人議員說 國民黨過去都不重視高雄 我們承認啊 我在10月30號是公開承認啊 的確過去來說的話 我們國民黨在於 對於高雄的經營上面 跟北部來說的話 的確在這個整個的配景上面 的確是比較弱 都完全靠我們的議員 在地方的經營 就是靠自己在那邊扎根 這是國民黨要深自檢討的 我講的是一個事實 對 是國民黨要深自檢討的 是國民黨要深自檢討的 是國民黨要深自檢討的